在台灣新農情帶大家到雲林華山 認識一位用味道懷念父親 做出感動咖啡的張景柯 從小喝咖啡長大的他 見證了台灣的咖啡史 會從事咖啡業 跟父親有很大的關係 因為爸爸以前在建築農場炒咖啡的時候 我民國48年 差不多5年的時候 就是會想到爸爸討咖啡 但是我們聽說去找爸爸討咖啡 因為就是說有糖我吃 所以說咖啡對我來說 是一種很溫馨又很美滿的一個回憶 從一個為了要吃糖 常常嚷著豆嗓豆嗓我要喝咖啡的小孩 退伍後跟著父親進入經濟農場的咖啡工廠 短暫工作兩年 之後從事其他的事業 退休後想找個地方 將記憶中父親泡咖啡的味道傳承下來 我們現在在做的時候 也是延伸到爸爸以前的堅持 跟他的力量 所以說我現在已經做自己的事業 做自己的咖啡 我們就是說我們的處理方式更加嚴謹 所以說我這杯咖啡要讓大家喝到 就對他感動 圓豆是咖啡的靈魂 張錦柯全台走透透 收集道地的咖啡生豆 我們要算好 待會有一個 有一個更新的就是 他那個咖啡源要排血量好 半遮音 再來是用用的比較容易 如果能找到那個 是變相東北平的那個地址 大概一個沙子老廚 最好的 為了將各地圓豆精神表現出來 發酵跟烘焙技術更是關鍵 用土法練鋼 練就一生的好功夫 很多玩家還會來找他炒豆子 走進烘焙室 咖啡廂撲鼻而來 人都快醉了 後面這個烘焙的動作 非常的重要 因為這是我們的生命 所在的是說 你行得不好 這家豆子就過小 我跟這一台機器 是談人愛的 你要抱著跟這個機器 人冰冰熱呼呼的 談人愛的心情 你可以感受得到 我賺錢的小老婆 他還將烘焙好的咖啡 做成掛耳式濾泡咖啡 才要沖淡保持新鮮度 原生父親對咖啡的堅持和理念 做出了一杯感動的咖啡 商琴科還有更大的目標 希望建立一間咖啡處理工廠 訂出一套標準化的發酵烘焙流程 維持品質 讓台灣咖啡走出自己的路 我經常跟人家說一句話 你喝就是一杯有感情的咖啡的時候 人家再喝就覺得 哇這好讚 那時候我們的辛苦 我們的眼淚 我們的冬 沒有擺勞 就是說有人可以跟我們堅定 這是我們最大的快樂 還有更好 肥皂很強 但你會想著